剛好好的鴨肉切片放到盤子裡 剩下帶骨肉下鍋大火快炒 但卻有民眾透過外送平台訂烤鴨 吃出一肚子氣 民眾臉書PO文 小孩生日買了半隻烤鴨慶祝一下 但外送道府一打開 發現烤鴨竟然只有11片 數量太少 說這隻鴨生前沒有吃飽飯嗎 數量真的很少 少得很誇張 民眾覺得半隻鴨有點貴 跟外送平台退貨 也PO出照片比較 烤鴨店半隻鴨賣280元 僅僅11片 另一間市場賣的20片只要200元 烤鴨店根本不划算 他說對 差不多 因為我們今晚還很騙 實際來到烤鴨店 門口放了一整排 剛卡好出爐的整隻鴨 陸續有民眾上門生意還不錯 民眾叫外送 認為半隻鴨量太少 現場買有差別嗎 我是來這一邊買 其實是沒有這個問題 夏天它就是 就比較小 它就吃不下 它就比較不會大隻 你如果冬天 就是比較大隻 業者澄清夏天的鴨 天氣熱 食量差本來就比較小隻 當天也退款 當時民眾回應下次不會再消費 業者也表示 最近遇到其他民眾反應鴨比較小 但因為來店裡購買 可以當場溝通 透過外送平台 民眾打開一看不滿意 難免火氣比較大 記者楊樹王書宏 高雄報導